中医治疗早线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 一个是药物治疗 通过妄文问前给予诊担了以后 根据实际的病情开药治疗 第二个是针灸治疗 也是通过妄文问前诊担以后 根据实际的病情 选好学位进行治疗 再一个方法就是盆底肌肉弹链法 也就是我们说的提肛 提肛也就是搜索肛门 就是用力把肛门向内向上搜索 这个提肛也就是提肛肌的弹链 每次做每天做两三次 每一次的提肛应该做二次到三十次 这几种方法 就是药物治疗 针灸治疗 提肛肌的弹链 这三种方法也可以用其中的一种 也可以把三种综合起来 配合起来应用 这是比较好的 再就是如果有所赢的人 尽量的接掉这个习惯 对早些人是有好处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